297《蘋果日報》 元朗站項目見千火上車戶極速招標落成厚尿尺獸如慢 2015年7月10日地產樓盤B02本報信 颱風蓮花短暫集港 但西鐵項目代理人的港鐵066 昨日風頭下認為西鐵元朗站項目招標 下月5日截標 由於項目規定七成單位少於538方尺 即時約有1312火中小營單位 不過有意在元朗站上蓋上車 都最少準備五球 佳因現時同區約500方尺單位動輒都超過500萬元 赤價萬萬升 記者 黃家明西鐵元朗站雖然受環保團體提出司法覆核的挑戰 但港鐵於周二營接收二十三分二項書 反應熱烈並在短短的四十八小時後 於昨日起為項目招標 下月5日下午二時截標 項目由上月底公布於本季推出 到現時正式招標 前後指示一個多星期 項目了2022年進攻據了解 項目將一如以往推出的西鐵項目 發展商將二億不過付款方式出的 分紅比例亦看照之前西鐵項目慣例 固定為5% 同時 招標條款中定名項目可扣除的總建築成本上限為64億元 即是每呎樓面建築成本上限約4300元 令發展商須另付1.7億元作為前期費用 預期項目將於2022年進攻 項目提供不少於1876伙 當中約1312個單位實用面積不多於538方尺 即是業中小型單位主導 或許對上一族而言是一個新希望 不過 參考近期元朗區的樓價 已經拍得住市區有餘 輪近元朗站的新樓也去Mittown 一伙高層490方尺戶 近期以626萬元成交 赤價近1.3萬元 即使樓齡超過20年的新元朗中心 一個三座中層485方尺單位 成交價都要525萬元 赤價亦達1.08萬元 至於偏離西鐵站的上月 一個八座中層B室 面積440方尺都要490萬元成交 赤價1.1萬元 故此 元朗站上蓋未來落成的細單位雖然有1300多火 但預計上車客都最少要準備5套 風可有資格入場 難有平樓供應 新地三盤6年內推項目周邊 近乎全部新樓都是由新地016壟斷 當中位於元朗站隔離的Granjilho Development 現正申請樓花與受同意書 連同同系影譽及進聯 共涉於6000火 料本年內陸續推出 綜合市場估值 元朗站總價最高於74億元 估計樓面積價約5000元 當中約12.4萬方尺商用樓面 調為項目最值錢的一部分 高位環球張橋楚指 項目連同建築成本總投資額達8億元 會議中 大型發展商參與為主 尤其在區內有發展經驗的新地 及長實1113等較具優勢 A просто實3 B 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